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谁能估计世界的旧属主祷告的效果呢? 当基督看到祂怒苦的功效,就心满意足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才会看到并且认识 祂在神圣被人圣遮盖的时候恳切祈祷的价值。 耶稣不单是为一个门徒, 而是为了全体的门徒祈求。 父啊我在这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 祂的目光穿透了人类前途的黑幕, 看到亚当每一个儿女的生活史。 祂感觉到了每一个颠簸飘摇的人他们的重担和忧伤。 祂狠切的祈祷包括了他当时的门徒, 和直到末时凡是跟从他的人。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 是的,基督的祈求甚至包括了我们。 我们应该得到安慰, 因为想到我们在天上原来有一位伟大的代求者, 在上帝的面前去献上我们的恨求。 若有人犯罪, 在乎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而在最需要的时候, 当灰心、舌气要压倒我们心灵的时候, 就是耶稣警醒的眼目, 看到我们需要他帮助的时候。 当人的支持失败的时候, 耶稣就来帮助我们。 祂的到来驱散了黑暗, 赶走了忧愁。 门徒他们在加利利海上的小船当中, 在一个暴风雨黑暗当中, 他们努力在那儿遥荡, 要去到对岸的时候。 他是发现他们揭尽所能都没有法子成功。 当他绝望的时候, 他却看到耶稣, 他走在这个翻腾着的白浪上面。 他们起先, 竟然没有认出耶稣的能格。 他们更加的害怕, 直到听到他说, 是我不要害怕。 这个时候拒散了他们的恐惧, 给了他们希望和喜乐, 疲惫可怜的门徒, 就是这样因而停止了他们自己的努力, 转移去信靠主。 这个这么惊人的事件, 是说明了跟从基督的人的一种经验。 我们平时是多么努力去遥老, 遥当。 他就好像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可以足以去担当一样。 但直到发现我们的努力, 竟然毫无用处。 我们满有怜悯的救赎主, 他同情我们的软弱, 而且还在英文我们出于信心的呼求的时候, 他就接过我们要他要去做的事了。 他完成那个对于我们来说, 似乎是很困难的工作, 原来是多么容易的。 教会证言卷四, 原文529-532。 今天我们的思考问题是, 今天你需要耶稣为你祷告祈求些什么呢? 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了, 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拜拜。 拜拜。